阿彌陀佛 以前看官司很小的時候 和我阿嬤看官司 中將官都聽不懂 現在比較大人就知道 所謂的中將官就是什麼 所謂在座都是將軍 不就是官員 因為你會覺得是怎樣 你就要來想這個做 做粗基板和國基板 你怎麼搞不清楚呢 奇怪 我就做台灣人就好了 我怎麼想這個粗基板和國基板 這主要就是 2006年10月20日 我們去顧美國以後 美國拍拖 2009年4月17日 顧電話你拍拖以後 美國主動 國務院跟國防部主動聯絡 因為你要接政策 你台灣人哪有台灣人 當美國人跟你說這句話的時候 你的內心 你的側侯裡面 要去想 為什麼 我就明明台灣人 但是你美國人 又有困難 又跟我們說 我們不是台灣人 主要的原因就是 這69年來 中國人 利用 減量台灣的機會 用錯誤的教育 錯誤的歷史 把我們教 所以他沒說 如果差不多在 六七十歲以上的人 六七十歲以上的人 差不多都知道說 台灣過去是日本時代 是日本天皇在關台灣 但是因為 這些年輕人的這代 受的副本不一樣 總共人來台灣的時候 他說台灣光復 這是完全錯誤的歷史 明明在十世紀之前 台灣建書 建書的國家 哪有共和 建書的國家 是去向 佔領 那如果過去 拿破崙 18 20年 18 30年那個時代 就叫做併吞 就佔領的人 佔領的人 將他的土地併到他的 這就是併吞 但是國際法 在1830 18 20年 他後 他就開始說 因為 你想想看 今天如果說建議的人 可以將土地併吞 我看今天差不多一半以上 都是叫做美國 因為美國 現在很強 多處建政 美國 雖然是200年的歷史 但是說實在 美國是都在佔領的土地 他不僅想 他剛開始的時候 這十三個州 十三個州 小小的而已 另外這十三個州 又是英國 魯王的市民地 市民地就是 你老百姓做工 他剛 交稅金 給你的 宗祖國 最後 在1776年 美國人 反抗 所以發生 獨立戰爭 美國人 獨立戰爭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他真的說 靠美國人去建立英國 不是 他靠兩個國家幫忙 一個國家叫做法國 因為法國 那時候 法國的風地 對英國的流行 也很不爽 所以呢 他派軍給他 因為海軍都很強 他又攔截 英國要來援助 這個 獨立戰爭的時候 他不會讓他去援助 還有一個國家 國家衰 那個國家叫做蘇聯 蘇聯那時候 風地 他不是說這個風地 他有壓心 但是呢 你手上去我叫他 你有問題 這個 這個蘇聯 這個國家 就美國籍 那時候 他是 做蘇聯的風地 書房 就美國人籍 來 跟英國戰爭 那後來 不是建爭 建爭 這個蘇聯 跟美國說 欸 你建爭 你錢 要承認 美國已經變成一個美國 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的時候 他說 你建爭的時候 舊的錢 沒什麼二條 現在變成國家 要承認 有一點困難 不然你怎麼 不然你剩菜 一個東西 買給我 我比較貴自己買 這個蘇聯的風地 想 這樣有利 他就看一看 看一看 有一個土地 很大的 還有沒有路由的 叫做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是 冰雪 中年的冰雪 在那個時候 他覺得那沒有路由 要種餐 還不種餐 還不種餐 要創餐都沒辦法 他就跟美國說 阿拉斯加不利 算了幾個 720萬美金 那當時720萬美金買的時候 美國的國會是 出來跟馬總統 你如果沒有錢 買720萬美金 去買一個無路用 不可以 那些 政產的土地 現在 到現在來看 美國買那個土地 有道理嗎 你現在 不要說720萬 蘇聯說 沒有你720萬2千萬 還不讓蘇聯 他就照常給你買 所以 這有時候 這個運氣很難說 所以 阿拉斯加這個書房 也去革命 露台 你要知道 很多國家 要變成一個 獨立的國家的時候 都有經過 極命 經過老火 但是 台灣人 唇 比較少 唇 都說 我要替台灣犧牲 來 結婚 來 你們特別說 你們兩次有這樣想來 抓手 都沒有 都沒有 我就有了 我年輕 我有時候來結婚 但我現在就完全不一樣了 怎麼就結婚 我們怎麼就去老火 對不對 我們用一支筆 就把它翻到哪裡 這樣不比較輕鬆嗎 所以 今天 我們說 兩千塊兩年 十月二次 到美國這件事 現在這件事 已經在日本了 開始 日本有很多族架 蝦翅 都提到這件事情 也提到 美國的判決的結果 所以 我們這件事 美國跟我們說的時候 他說 你台灣人 你可以儉管 行李 所以 就要我們去研究 喔 原來 中華民國 來台灣 簽名的時候 它也是一樣 它也有成立 台灣民政府 只不過 那時候 它用的名字 叫做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那時候 中國人來台灣的時候 它也有一個 叫做 台灣的中國軍政府 那就是什麼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是這樣啦 所以 我們現在在這裡說的 這裡所有的論述 我給各位保證 百分之一百是完全正確 但是 完全正確 你不能想說 你讀一個 三天的初級班 三天的國級班 那你就都沒有了 沒有 沒那麼簡單 真的沒那麼簡單 我只有這個文章 這幾年 我兩千空四年到現在 我寫的文章 差不多有一千片的文章 裡面有英文 也有一文 也有一本 但是這個裡面 因為這個漸進的法律 它沒說 修法 不是那麼簡單 那不是 為什麼 每次人在菌手 科技 健康都是二三十分 你不相信 你來試試看 二三十分 又是是非題 又是選擇題 打圈圈 打叉叉 一二三四 這樣科技三十分 200個科技三十分 也許你不相信 但是 你來試試看 當然 有的人一次就科過了 有幾個科技 但是一次科技 我告訴你 人家說 你很麻煩 都問你問題 所以有很多人也告訴我 我科技 但是我現在才開始在討 他說什麼 他說 人家都問我問題 問問題的時候 他就要去討 所有問題 在那本新台灣論 我保證 都有 這個 這本的後面 我還有出五本 同樣的 叫做 台灣戰爭史回顧 我不是推銷 台灣戰爭史回顧 寫的 比較細 每一個章節寫得很詳細 所以 我知道你們有很多人都已經有這本 但是 真的 如果說 外頭到外交投完 我看不太多 真的 真的 也都有 這本 我希望你 可以投完 怎麼說呢 我幫你保證 我們台灣民進府 一定會接政權 這樣 點點 好 你們是很不服氣的 接政權的 不然要接政權 點點 要接政權 要怎樣 自己要怎樣 要有準備 也不是 你準備沒什麼 只要負責而已 怎麼簡單 沒有 很簡單 你不是都很愛做官的嗎 對不對 愛做官沒有不對 愛做官好 你要為台灣人的後代 你愛做官 你沒有做官 那沒有負責任何 來去做官 台灣人會再偷偷偷 我先跟你講 美國國民意跟我們說啊 欸 欸 你台灣 沖沖的 你不可以去 他還要發台灣獨立 欸 我跟你說 你不可以笑 在我們這裡就發情 甚至已經做到很高的改進了 啊 也是你發 全國都這樣說 喔 台灣不能獨立 那獨立不對了 欸 啊 事後就變成台灣獨立 我跟美國都會跟你觀察 啊 當然在 去年喔 美國有替我們訓練 人名的少年了 我們有送人名的大學生啦 送去美國受訓 啊 現在都已經回來了 啊 你在這 像我看這邊喔 這幾的這些學生 很多都很少年 為什麼呢 頭門都很黑啦 啊 這頭門很黑是很好 因為年輕嘛對不對 年紀輕就有發展的潛力 所以你這個年輕的 我給你鼓勵 你來鼓勵 鼓勵 鼓一次沒過沒關係 人有人鼓七次了 還沒過 但是呢 你鼓一次 你拚一次 拚一次 你拚一次 你會越來 對這個 建政法也好 這個國際法也好 你的印象越深刻 啊 再來 台灣民政府 沒在看學歷 你想看啊 中華民國 所有的歷史都都不對 那種的學歷 你自己生意要做什麼 所以 我跟你說 後來 你拿去 台灣民政府高級班的結業證書 這張結業證書 比中華民國的報酬 靠好 我在這個地方 來講話 算話 當然我們執政醫療 會看學歷 但是獨獨這四千個 不用 你拿那張出來 那張學歷 代表你是 撲出撲 因為你 你那間所有 撲撲出的 去跟他講 他絕對 讓你講道去 因為你說的是道理 所以 本來 我有在想說 現實是中華民國的教育裡面 不是你得到學問 真的不是得到 而是得到什麼 一種的氣質的培養 蓋一個培養 但是不一樣喔 我們這個 在我們這裡 最大的新台灣論裡面 所說的 真正的學問 你 你想想看 以我來做例 我算很厲害 讀書 修學比 我修學 修學比 要扣 台東 修學比 要扣 國中 對不對 建中 我修學都100分 扣錢都100分 我印象最重要的是 我 初中二年的時候 在台東 專尼的數學 平均100分 那都厲害了 我告訴你 我這真的不是在臭屁 真的 像我修學的老師 平常測驗 寫在黑幫 那音式分解 寫二五條 他就要看 現在一條一條寫 寫二五條 他寫完的時候 我已經寫好了 他說奇怪 我怎麼都沒有寫 我來問 你怎麼不寫 我寫好了 你記得看 我真的100分 這不是我講的 這算我的北部 給我的DNA 還不錯 但是 我要說這個意思就是 我自己覺得 我在台學以前 沒有在讀書 我真的讀書 在什麼時候 是我在日本 去讀建政法的時候 日本讀建政法 譬如說我 我剛開始也不是 心裡 在救台灣 沒有那個東西 那時候 我想說 博士行為 對一個比較好拿 日本的教授 跟他說 不然你讀建政法 建政法 建政法的教授最少 最少 好分 所以我這樣好了 我來讀建政法 然後就秘密 回來 回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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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做事 做事後 我去中國 後來 前途去問 剛才回來 在中國 了錢 了錢的五千萬 人民幣 台幣差不多 七萬五千萬 之後 我就要去環球 做總經理 環球電視台做總經理 改去理電費的房子 兩千萬四年 去理電費引導 是宏喜山莊 去的時候 他跟我說 你認錯 你是讀什麼 我讀建政法 因為你如果不想 這個建政法 把它放在台灣的地位 試試看 我說 台灣的地位 人家的丹隆寺 紅椒檔 人家 大老寫的那些 寫得很好 我有讀幾次 我覺得寫得很好 他說 沒有 你頭一頭去 你要將建政法 放在台灣地位的論述 裡面 看看 這一次 你一定是真的跟我說 我算說 有聽他的話 那年 過年的時候 我都沒有出門 差不多整整整三個 如果你認真 讀這個 我真的都 不眠不休 真的三個月 都關在家裡 關在家裡 研究 看很多資料 以後 跟我說一些事情 因為那個時候 李定規跟我說 蔡英文 的時候 李定規他說 他花一億一千萬 請11個 後面的國際法的 去專家 來台灣 研究台灣的國際地位 研究以後 人家說 台灣 沒有國際地位 五個說 有國際地位 還飛去 所以 那份報告 一億一千萬 沒有公開 沒有公開 沒有公開的時候 我跟李定規 說 不然你也看我看看 那個報告拿來看 好 我我我我我我 我給你看 但六百 他不記得 但他不記得 沒關係 我就跟他去研究 坦白說 我研究台灣的國際地位 整整差不多三個月 研究什麼 真的 真的是 淚流滿面 是怎麼說 我認為說 台灣定人是 美國軍事政府 要去尖領中 美國都知道 但是他都基線 不知道 用模糊政策 所以當時 我在猶豫說 要發表不要發表 我跟李定規先生報告 很可笑 李定規先生 要跟他說幾句 他說 這個事情 要慢慢來 蛤 為什麼要慢慢來 你用總統的行為出來說 就好了 李定規先生 在那時候 只說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 在有一次 浮輪車 的演講 裡面 他說幾句話 他說什麼 台灣 又是 美國軍事政府 政府政府占領中 只說一次 報紙 很大拼 今天就好人 你能夠去兵以前的報紙 要再有 那時候 我研究他 李定規先生 那次說話 後面就不敢再說 他跟我講 台灣的國際地位 比較激烈 要跟美國軍事政府占領中 但是這個事情 李 說我 李就要想辦法 讓台灣人知道 教育台灣人 因為台灣人 六十幾年 教育 沒那麼簡單 頭就把它翻過來 後面我看台灣的 自衛者 的人 所表現的 跟李定規先生 說的 都意不意不 你現在那個人說 有很多不一樣的反應 現在就好 政府這樣就好 我們現在就 可以過 歷史這種的 國民黨 站在那裡 你如果我就把它翻 這團的 你如果 你再說 他會把你抓去 是這種的 類似這種的 就有很多 會跑出來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 有一陣子 我覺得 有一點打退 退堂鼓 因為 如果抓下去 可能是 要差不多 十年 左右 台灣人 不是說 一天 兩天 他我就了解 台灣人 還好騙 還差 所以 因為那陣子 開始 我 開始 寫文書 寫文書 因為我還不錯 我電腦算一末 都自己打你 自己編輯 一直發表 那陣子 剛開始 有一個叫做 台灣日報 台灣日報 每一次 看我的文書 那天的報紙 都賣空 都賣光 所以 那寫長 我跟他寫 錄外 熟 他說 林先生 你的文書 那天的報紙 都賣光 都要接引 那天的報紙 開始 台灣的 國際地位 就開始 我在報紙 開始在出來 那 研究一下 有人跟我說 這樣怎麼會發動 你在台灣 西文書 只有台灣人看 這樣 美國人看不到 這樣 沒辦法 他說這樣 欸 親自 去美國 華盛頓郵報 全辦的報紙 把它頂下去就好了 這樣美國就倒了 我想讓我這麼簡單 要多少 要三百萬代表 十萬塊美金 那時候 那時候 我沒有十萬塊美金 因為我從中國走出來 我錢都留在那邊 所以 我就嚇嚇 你要十萬塊美金 我說這樣 十萬塊 三百萬 要來找 十萬塊美金 我第一人去找 我現在很感謝 就是 憲主席 今天憲主席的 國台便宜 的副董事長 陳凱茂 已經做儀長 他很好 他 我第一本書 就是你們現在看到 台美關係 關鍵報告 後一堂 有夠反應 但是那些人 他不怕我 他把那些便宜 的儀生都擠 你找這個人出來 叫那個儀生找我 因為我來這裡寫高醫 尤其是高醫 尤其是高醫 那些儀生 都叫店 叫你們去找這個人 你們沒辦法 其實我在高醫 也算蠻有名氣的 因為我在學生時代 就非常活躍 後來是我的同學 來幫我拜託 因為上台 有人來跟我說 然後什麼人要跟我祈禮 他們說我餅長 那些人 那些人 我還要把一個人去祈禮 但我的同學來 我就沒辦法 他說 拜託拜託 讓我去吃一片飯 就好了 他說 你吃飯是要做什麼 吃飯要成功 比較簡單 他說 我來 吃飯可以成功 但要不錯 就去吃飯 真的叫十幾月 國泰平衛 那些醫生跟我做的吃飯 那是喔 創兩袋 他坐一袋 其他十幾月 醫生都在另外那邊 怎麼說呢 不敢跟他做那個 因為陳凱茉 醫生真有名 他就是那個 中仁 中義 開第一道的醫生 台大外科的主任 那時候 以前 還要做國泰醫長 然後他當外面 卡到的 南水美的夫人 他跟他說什麼 夫人 我跟他說 台灣有救了 你回來 一定要叫他看 日本車 台美關係關鍵報告 現在阿扁 剛才在太平洋地區 的小島 在訪問 阿扁 我知道他沒看 所以阿扁 他如果去拿醫管的時候 我給他看 他本來要殺台灣國際隊 我把我所殺的幾雙本 找給他 他怎麼沒殺 他跟我說 你怎麼沒在那以前殺呢 我說 你如果說 那時候陳凱茉 沒有卡到的 讓你太太 叫你太太 讓你 叫你回到就要看 很可惜 他如果去看 日本 跟我那裡找 我跟他說 台灣就不用怕你 到那時候 他一定會跟我說 國際要怎麼走 國際要怎麼走 那時候他是 做中華民國總統 有法度 經國改變 很可惜 所以台灣設計機會 到洪山軍的時候 差一點 市民獨立要拚在美 那時候 炭水比他們到 我怎麼知道 因為美國當時 準備在新基 在那個時候 最危險的時候 要將阿扁 叫走 這都是路由美國跟我說 因為我們自從去 美國醫療 所以不就 我們去登報紙 2005年的7月20號 登報紙 2005年7月20號 電報紙 哇 全辦都出來 我說這樣 突然 人家跟我說 美國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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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予自平 但是後來我知道 所謂的不予自平就是什麼 我們是對的 因為在這篇文章的頭上 在這篇文章的頭上 就是國防民在上面說 要求美國要改變一中政策 美國出來配 不可能 也說一大堆 獨特我那篇文章 他說不予自平 所以後來我就得到一個結論 每一次如果你跟美國說什麼 他如果說no common就是對了 繼續走 這我得到的結論 他說no common 他說啊 沒必要怎麼辦 還有一些 所以我給他旁邊都出一些怪點子 他說去選舉 選舉利用 選舉的假期 可以抽電池 開最糾結 這樣就 人民就都知道了 有你嗎 你怎麼說呢 你怎麼怎麼說呢 我有去選啊 也不知道啊 國民黨都幫你封搜 選舉 有很多高雄人 到樓下就跟他講 你有選市長嗎 厲害啊 國民黨很厲害 通常封搜啦 通常不讓你知道說 有莫名人在選舉啦 因為我選舉的時候 那個人突然很大 現在呢 在我們的網頂 有人流起來齁 那個影片都有流起來 你去看鴨皮裡面 我講的話 到我今天在這裡 所講的這個論述 他不一樣 完全一樣 八年前喔 我就講了喔 不就選舉 沒台沒台沒錢 花幾百萬 選舉要定義費耶 我最常想說 那選舉免費 就要說 蛤 選舉要錢喔 只有市長的定義費 兩百萬 這當然我們現在同心幫忙的齁 因為那時候有一個人 到今天 大家都在家裡 那些人齁都幫忙 你說齁 你去研究 因為我來煩惱 但是 到樓下 當然是失敗啦 因為 前一禮拜齁 我有選擇說 退選 因為那個時候 我一個人 在台北走去高雄 怎麼選得到啦 你們拖勢也知道 對不對 沒那麼厲害 因為台灣人傻傻 對不對 所以 全是選不住 但是 我用這個論述 我比較有信心 是福哥在 在兩千控六年 選 起定的頭前 兩千控四年 我用這個論述 在全台灣 在講的時候 要競然選掉 任務型國代 就是最後的基地的國代 三百萬國 國代 只有我一個人 沒有領薪 我沒有領 那時候 民進黨 台南 都說 他們不領 都嫁 那一個公布 要領錢的時候 都招待生 我獨獨 你看記錄 只有我一個人 沒有領 我說中華民國錢 我沒有領 再來拜託 林代表 拜託你要領 不領我們很麻煩 我沒有領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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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沒有領薪 所以只有我一個 我相信 你們去查去 都一定很清楚 只有我一個 我不領 那些薪水也二、三十萬 但我沒有領薪 我為什麼要去國大 我想說 我如果做國大 我去 他們所謂的 議會殿堂 可以 說我這些論述 沒想到 國民黨很厲害 我要說的時候 結束 來 來協商 這樣 所以他正式 要修憲的時候 前三天 我就辭職了 我就說 這樣我沒有 我沒有做 因為我沒有可能 去受中華民國 憲憲 因為我 堅持到今天 我不領護照 因為我說 我不是中華民國的人 所以我不領 你不用給我拍手嗎 你也不對 我不領護照 你拍手 好啦 那話都我說的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這個 心路歷程 讓各位知道 我們這個 現實是台灣的國際隊 夠怕的 我們有兩萬的 申請了身份證 我們現實是 本年的 學生 初期班 有五千人 但是 國際班 才三千六百人左右 五六百人 加上今天 還沒有達到我們四千人 但是 再來 點召的時候 又減去 點召的時候 到現在為止 差不多是兩千九三千人 所以 我們今天 國際班 比領過 一個月 不然還沒有一個月 因為 已經有兩期三期 國際班沒有點召 這點召的意思就是說 受過分的人 你要自己做決定 你有想要來幫忙台灣民政府 要做台灣民政府的政府官員 你如果有 你要回來點召 點召的時候 你要挑選一樣的那些 政府 軍手要科技 我已經說過了 政治局 事務局 現在問題是 有很多人 會來心 緊張懷疑 我敢有學校 各位 你聽清楚 你不管你是小學畢業 沒關係 你甚至說你還沒有念過書 但你末日 末日是不行 末日 你都可以來參加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 末日的官員 我講這句話 有的人不會說的 你自己訪問 誰在亂說 高一萬塊可以做官員 NO 那一萬塊 和你做官員 是兩碼子事 你可以做政府官員 主要是 你受了 我們的初級班 到高級班的法理訓練 當然啦 你只有受過法理訓練 實在說不夠啦 所以我們要執政之前 我們會 你如果要做參議員 眾議員的 這些人 我們會再請你回來 受訓 同樣三天兩夜 同樣三天兩夜 那當時 就要請台海告書 或是甚至 比較有名的 會計師事務所 會主 那個 那個 主管 想什麼 告訴你 預算 你要怎麼看 醫生 甚至呢 你要怎麼審查 預算 怎麼樣來審核 預算 所以 像這種的 不是說你 上上的 你是鐵條主機 但是你這方面的嘗試 你還沒有 還不夠 你要上課 當然 你如果這是要做議員的部分 如果要做政府官員 一樣 你也要上一部分 你要編你的預算 我不是要叫你去做 低階的公務人員 上課以後 是高階的公務人員 預算 你的醫生 你要怎麼審 如果這部分 很抱歉 上課 課醫要哭 你要聽 哭一 就要煩惱 我想要 知道 大家都很怕哭 因為 有一次 有一次 本來你說 高階班最少 要哭 就是說 不然 這個 一個月 對啊 說第幾期 要哭 我想 這麼說 想要一把 一把三把 怎麼這樣 要看這個 很容易 我們不怕考試 現在不用考試 我們看來上 所以 多餐 這個考試 我們就這樣 專業考試 我們來考 那你如果想作議員 你要做的醫生 我們要上 上什麼 上 預算你要怎麼看 你在座會會看醫生的請你走手 政府的醫生 會會剩醫生的請你走手 那有一位 你怎麼做過立法委員 在哪上班 憲政務 那是憲政務上班 很好 其實我們現在來自受訪的 其實不只憲政務上班 憲政務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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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議軍人也很多 現在的司法人員也很多 還有這個比較特別的 比較特別的 相比說 這個國家的調查局 共和美國的國安局 都派人來上課 為什麼要上課 可能你想說 奇怪 怎麼這麼多人去上課 來的時候想什麼東西 什麼東東 是要把它翻到 走來上課 上課之後 我告訴你 他們都不敢說 怎麼說呢 上課以後回去 我相信 我們都公開美國跟你們說 你們上課啊 全部要公開 所以我們用電視直接轉播 所以講的每一句話 憲主席我這樣說 全世界都有聽 我們一次 上課 在電視 在電腦上面 30萬人在看 30幾萬 還真的很奇怪的是什麼 含中國就開放給人看 你看奇怪 我最奇怪 我說台語怎麼聽到 再來 憲主席 有130幾個國家 有看我們的節目 為什麼 因為全世界的國家裡面 違反建政法 國際法 這方面的上誓 零啦 都沒有啦 他買到 有 好像 包括中華民國 三軍 學校 媽媽打電話 跟我說 林先生 請你 來跟我們上建政法 欸欸欸 你怎麼搞錯啊 我要推翻中華民國呢 我去給你上課 給你軍營上課 你不怕你一千就倒去嘛 大家都笑到 我說 這樣啦 我的書 你買去看就好啦 我的書啊 很詳細 對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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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說得非常上誓 所以我可以跟各位說 有一天 我們在台灣 我們這場以後 我們要開設戰爭學院 讓全世界所有的 較弱小的國家 都派人來這裡 有戰爭法 因為我們弱小的國家 弱勢 我們就學習法律 對抗他們的武器 你們都點不點 你們實在很沒趣味 我感覺喔 你們是聽我聽不懂啦 蛤 這樣喔 奇怪耶 我都覺得 我告訴你 還要有一個回應 班長幫你們教幾個禮拜 說要有 煮米 煮米 總部有第一項 我告訴你 為有地方 投資 募資 政府給你出 現時有八十萬的大學生 跟他中華民國政府 助學貸款 全部免行 政府負擔 全世界 沒有人說 中國國民黨在幫忙 中國學生來台灣 你投資 一國會再給他三萬塊 比我們薪水更多 沒有那個事情啦 這是他怎麼 他將台灣人都弄著 你們都盡量做 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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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說喔 什麼人來管都一樣 我告訴你 什麼人來管 絕對不一樣 所以呢 各位 你們回去 你們的槌 不可以收 可以 要腳不可以 不怕人幫你笑 人幫你吐槽 你不要吐槍 你把他弄到那裡笑 因為 為什麼 因為那個頭架 已經定了 再來 每一個人都要有房子 給他住 現在 但是我告訴你 你如果說北部 有超過兩棟房子 以上的 我把你放在 我們這間以前 趕快賣賣 因為 你如果兩棟房子 你孩子 我不會配給你 高鐵 東岸的高鐵 我們一直掙 兩年內 發 跟創成四十堆 兩年裡面要完工 這樣讓全台灣 農村沒有 鄉村跟城市的區別 同時 開放所有的海賓 都可以來住人 海賓的風景很好 我在美國的時候 我有一個時間 我住在美國 我就住在海賓 海賓的家庭 比較多 中國人是海賓 比較熟 中國人的政策 你不能住海賓 因為說有海賊 台灣人有什麼海賊 那天台灣人有什麼海賊 所以 我們不用去住裡面 我們住在海賓 開放 對不對 台灣呢 我也想說 要做成醫療國 因為台灣的醫行醫 不是說我因為醫行醫療 我自己知道 醫行醫療 會所致真的很好很高 像我的所致不錯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當做一些醫療國 讓全世界那些好好的人 都要看病 都來台灣 這樣喔 再來 美國跟我們台灣占領對不對 這樣這點要利用 我跟美國說 我們甘願讓你占領 但是你 要履行你的義務和責任 你說什麼義務 第一 台灣人不用做兵 台灣人不用買武器 什麼人要買 美國要買 什麼人要替台灣做兵 美國 我們開始疼美國人來做外路 替你做兵 我不是說假的 我是說真的喔 美國有缺錢嗎 缺很多 這我最好不要說 因為他都你在那邊說 你怎麼說 他會怕他就不會來 對不對 他不會來 他會拖 我不會給拖 這點你相信我 絕對讓我們台灣人過得到 數數數數 再來 看邊絕對不用錢 為什麼呢 現在的憲部 憲部很簡單 你只要把那個 中國的難民 他們現在所謂的農民 他農民看邊要錢 他那是難民 難民看邊不用錢 我們台灣人 我告訴你 把那個錢賭掉 我告訴你 我們台灣 絕對看邊都不用錢了 再來 農民一個月領萬幾塊 台灣的老農領 最多領到七千 一半都沒有 那是很貴分的 再來 再來 我們台灣的 現在開始有年齡老人化 所有 酒跟酒 別種 跟很多農民 農民之家 都收收回來 改造我們台灣人的養老院 其實叫養老院不好聽 我們叫養生 安養 安養 裡面 蓋到飯店都一樣 你幾歲以上的 都不用錢來住 不是說去住在 所謂的安養的老人之家 表示說不好 其實喔 你如果蓋到五千飯店一樣 大家也要去住 我也要去 再過去我的年齡年也差不多了 對不對 為了我自己來設想 這樣有贊成嗎 有 有 所以像這種 都不用錢 因為台灣老爸我幫你保證 非常有錢 因為我都知道 對可以拿到錢 有開心嗎 有 等一下 因為時間超過了 鄭州長不好意思 來我幫你交費五分鐘 老爸這裡保理 謝謝各位 各位同性 因為時間上關係 我們這一節課就不做休息 繼續由我們鄭州長來上課 謝謝